大家好,我是第五嘟嘟 不知道各位观众还记不记得 我在大型预告片里的这件东西 所以呢,我今天就要穿上它 之后看看我家猫咪看到了会怎么样 还能认出我吗 还是吓得屁滚尿流 开始吧 吐了 什么吐了 吐了呀 哦,几下,我就算你 这里哟 猫呢?猫在哪里啊?看不见 这里 哪里 你脱鞋的 Jude 脱鞋在哪里 进房间了 进房间了 来了来了 哟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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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 溜Oh 溜Oh,你不认识他们巴? 哇 肉 是不是在洗雞上面 嗯 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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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呦 感觉肉他认错了 肉 肉认错了 一下子看到还是有点慌呢 但是 毕竟我的气味在这对吧 我的声音在这 我跟你们说啊 猫最主要的就是靠气味和声音辨别人 他的视力好像不怎么好 看到不一样的就 瞬间就觉得是一个新的生物 对吧 非常的害怕 但是他只要 你看 闻到你的味道 对吧 哎呦 听到你的声音 他也知道了哦 原来是我的主人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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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话 露娜 我失去啊 呦 露娜 哇 脑门泡了 有什么这么强 哦 哦 脖疼脖疼 哎呦妈呀脑袜疼 看起来卢娜师丝毫不味 救过这个巨人啊 哦 我的脑瓜 放着啊 救命啊 巨人求饶了 救命啊 你放开好不好 看来变装后的我呢 猫咪并不害怕 也就Lio怕了一会儿之后 马上就适应了 Lio你走 但是这只中华很凶猫呢 其实我在测试它的时候 真的是顶着巨大的压力 在死亡的边缘试探 以后你们就算求我 我也不会再整Luna了 太恐怖了 你们看 恐怖吗 一副恐怖脸 喜欢可以点赞 投币 分享 爱你们哦 顺便再点个关注吧 他比我恐怖